我们前面介绍了很多膜状结构 包含了最外面的细胞膜 最里面的合膜 跟在细胞质中的所有膜状胞体 包含内脂网 高筋势体跟隆体 所以各位现在看到这一排绿制 它的顺序是故意的 靠左侧是最里面 靠右侧是最外面 代表我现在描述的是从合膜 一直延伸到细胞膜这一段 这一段我们称之为内膜系统 我本来以为这是我的补充 后来发现课本上其实有介绍 所以这个补充给拿掉了 这不是补充 这是课文里面要介绍的 好那在我们增核细胞里面 会有一个系统叫内膜系统 我们前面介绍这么多的包含 都分别介绍它的功能 但事实上这些包含在细胞里面 他们是分工合作的 他们是团队合作 是teamwork 所以事实上内膜系统的观念 甚至比每一个包含在做什么 有什么功能重要太多了 我们要看是整体的 所以我来讲讲 这些包含之间 如何互相分工合作 我执行teamwork 就是内膜系统 好那这些内膜系统 为什么会互相有关联 请看下面 这些膜状结构 不能讲包启了 因为合模不是包启 细胞不是包启 这些膜状结构 包含一些包启 他们要么就鼻子 根本就相连 例如合模连到内脂网 内脂网连到细胞膜 根本要么就鼻子 根本就相连 要不然就是 我们既由运输小囊炮 你的泡泡移到我这来 我的泡泡移到他那去 来互相沟通 所以这些膜状结构 不是相连就是有关系 好 所以我们称它为内膜系统 那内膜系统 如何执行功能 如何彼此合作 如何做物质的运输呢 我们就来看这个图 好这个图呢 只要在这个图中出现的 膜状包启 膜状结构 都属于内膜系统 所以反过来 如果这个图中没有出现的 就不属于内膜系统 好我们来看看咯 这个是细胞核 里面的是内膜 外面的是外膜 细胞核分两层膜咯 内膜跟外膜 外膜向外延伸 形成内脂网 这一区叫做粗糙型内脂网 R1 Rov1 下面这个没有合档体的 就是S1 就是平滑心内脂网 我中文写在旁边 对不对 好内脂网本来就跟合模相连 好 那这个内脂网呢 往外走 好 上面是粗糙型内脂网 下面是平滑心内脂网 黑色的圆圈圈代表 核糖体 这是示意图 我们又知道 核糖体的功能 核糖体 核糖体的功能 是负责转译出多态链 所以在荧幕上看到 那个红色跟深蓝色的线条 就是多态链 对 完全合理吧 核糖体进行转译产生多态 而多态呢 就进入到粗糙型内脂网 进行修饰 修饰过程就是 折叠 切割 加策略 让你从线状的一级结构 逐渐折叠成二级 甚至变三级 好 那我在一边 呃 产生多态链 一边修饰过程当中 哦 修饰到最后面了 这边的蛋白质 会被内脂网形成泡泡 包住 其中你看我这边是不是有两种颜色 蓝色的 它在膜的上面 有看到吗 我们称它叫膜蛋白 或叫穿膜蛋白 它就跟那个 你是缝衣服的线一样 它在布上 穿进去穿出来 穿进去穿出来 在上面穿好几次 它就卡在那个膜的上面 我们称它叫膜蛋白 就是这边的蓝色 那红色的呢 就不是膜蛋白 它就被泡泡包住 它在泡泡的里面 或在泡泡里面 它不在膜上 所以我故意用两种颜色区分 红色的就是一般的蛋白 蓝色的是膜蛋白 不论是哪种蛋白 都会被泡泡包起来 而往前运输到高基尸体 那高基尸体到第一层 第二层第三层 到第一层进去之后 储存 修饰 差不多了 又形成新的泡泡 往第二层移动 到了第二层 储存 修饰 又到第三层 所以高基尸体的功能有什么 储存 修饰 还有运输 往前移动 对不对 那运输到最后一层 第三层最后啦 就用泡泡 把你刚刚产生的蛋白质包起来 好 你们看它的包法 有的是整个包起来 像红色 红色本来就是一般的蛋白 蓝色是膜蛋白 你们发现我这两种蛋白 画法跟一开始不同了 一开始是丝状啊 为什么会变鸡蛋型呢 它已经是蛋白质了 这是三级结构 所以它们的整个过程 从它产生出来的多态 一级结构 在内脂网到高基石修饰过程当中 一级逐渐变二级 二级逐渐变三级 所以到这里 这个蛋白质已经做好了 已经是有功能的三级结构 所以我化成椭圆状 那这个蛋白质可分为 膜蛋白跟非膜蛋白 这一格泡泡装的就是膜蛋白 所以你看这个蓝色 是不是插在膜上面 而这是非膜蛋白在泡泡里面 这些蛋白质呢 往前移动就跟细胞膜 融合在一起 因为膜状结构 本来就流体相迁 好的 那原来的膜蛋白 现在是不是变成细胞膜上的蛋白 变成细胞膜上的膜蛋白 而你的细胞膜的成分 打咕咕 就是高基势体型的泡泡啊 所以这条路我们得到什么事情 原来你的细胞膜 那个膜是高基势体分泌上去的 而你细胞膜上的这些膜蛋白 是高基势体送过来的 那膜蛋白可多啦 纳甲 邦普 一堆孔道蛋白 受体 我们细胞膜上的蛋白这么多 都是高基势体送上来 好 这个路径 我们称它叫膜上 写错字 膜是肉质边 所以当蛋白质进入到高基势体 它有可能变成膜蛋白 而被高基势体的泡泡送到细胞膜上 形成膜蛋白 好 变成膜上的蛋白质啦 好 第二条路 这是第二条路 它的这个泡泡往前移动 跟膜融合 里面的蛋白质吐出去了 变成分泌性蛋白 这个路径我称之为膜外 就是跑到细胞膜的外面 例如你的胰胀分泌的消化 酵素中的那些分解酶 或是将细胞产生的抗体 这叫膜外 第二个路径出现了 第三个路径在下面 如果这个泡泡根本不往细胞膜那边移动 留在细胞里面 而这些泡泡互相融合在一起 被这个大大的囊状结构 它就是容体啊 而里面的蛋白质 就是水解酶 所以容体就是高基势体 分泌出来的泡泡 而这泡泡会互相融合 变成更大的泡泡 这个更大的泡泡就是容体 而容体内的水解酶 来自于高基势体 所以我们才会说三大命运 真的ABC好了 当蛋白质一旦进入到高基势体 你要么就是形成膜蛋白 而到细胞膜上 要么就是被分泌到细胞外面 变膜外 或者是形成容体内的水解酶 膜外 膜上 容体 就这三个命运了 以上是当蛋白质进入 高基势体后的命运 那如果你今天不是蛋白质呢 一样 也可能被分泌出去 也可能变成细胞膜 像这个就是脂质啊 变成细胞膜的一部分 是这样 好 那我现在把上面 砸之一砸把它擦掉 变成干净一点 好 到这边为止 我们从 里面一直延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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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到细胞膜上或细胞膜外了 这就是这些包器之间互相合作的方法 好 所以这个是内膜系统 不但要么就相连 要么就是用泡泡运输 然后互相合作 那这边有个小问题出现 这个核糖体 叫做附着型核糖体 连在粗糙型内脂网上面 那有另外一群核糖体呢 叫做游离型核糖体 叫做free的核糖体 那它干嘛用 它一样是做多态链啊 而这个多态链呢 一样会要修饰 而它的修饰所需要的酵素 就不是在粗糙型内脂网 或是高低脂体上了 而在细胞质中 这边会有酶做修饰 好 那做好出来的这些蛋白质 就会送到细胞核或细胞质 或其他胞器等 需要蛋白质的地方 我干嘛特别讲这个 因为一旦蛋白质进入高基氏体 命运就是膜外膜上跟隆体 但是其他地方也需要蛋白质 那它的蛋白质哪来呢 游离型核糖体提供 所以核糖体有些在内脂网上 有些是游离的 然后它们产生的蛋白质 命运稍微不同 以上这是我们把内膜系统 从头到尾介绍完 然后顺便把核糖体分为游离型 跟附着型核糖体做一下介绍 那我先把它擦掉 以上是内膜系统的介绍 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 我这边所遇到的这些模状构造 我念一遍 它们都属于内膜系统 细胞核的核膜 粗糙型跟平滑型内脂网 高基氏体 容体 还有细胞膜 这些是内膜系统 我没有提到的 一般来讲 我们会说不是它 内膜系统 有谁呢 立腺体不在上面 叶绿体也不在上面 那两个包系 为什么不是内膜系统 理由非常直接了当 它们不是你 对吧 它们是别人 你把它吞进来 跟你共生在一起 所以它根本不属于你 怎么可以说 它们是你的内膜系统呢 所以立腺体跟业余体 是半自主包器 它是跟你内共生 它不是你的内膜系统 内膜系统 一定要有磨状结构 磨状保险 指的是我们增核生物 原核生物也没有内膜系统 它只有一个膜 叫细胞膜 没了 所以它不成系统 这些内膜系统之间 互相分工合作 执行团队合作的teamwork 好 那我们就把内膜系统 说明到这儿